7個檔案,快速的抓取下來 那首先的話,當然第一個 你還是需要把這7個連結先把它複製一下 所以我剛剛把它按右鍵複製之後,把它貼到哪裡?貼到雲端白板上面 你會發現這邊總共有7個連結,第一個連結就是這裡 那你會發現它好像沒有規則性,如果它有規則性的話還好 那如果有規則性,比如說最好是1234567這樣最好 可是看起來好像這個後面的編號 好像沒什麼規則性 好像就是很長一串,它是什麼?RID有沒有 這個RID就是它的編號,它編號給一串很複雜的編號,而且跟下面完全沒關係 所以怎麼辦呢?沒關係,反正我們先存著,我們有7個檔 那第一個就先把這個複製,那我就按照它的日期,總共有7個,底下就7個連結 好,第一件事 第二個的話呢,那我就是先 試著抓第一個,把它錄製成具體 所以請各位第二個,把它錄製聚齊 那錄製聚齊的話呢,其實前面有跟各位講過,第一個你必須把這個其他命令裡面的什麼,制定功能區開發人員這個打勾 那會看到什麼,有開發人員出來了 還記得吧,錄製聚齊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很少用 第二個的話,錄製聚齊 那就把剛剛彩排過的東西再做過一遍,所以錄製聚齊之後的話 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了嗎 就是 給它一個名稱好了 就要下載CSV好了 CSV 叫這個名稱好了,OK按確定 那確定之後的話呢,我們就把剛剛彩排的動作再做過一遍 所以一 所以我剛剛已經先把這個 第一個的那個 它的連結網址先複製好了 那首先一按確定 二的話呢,我就直接怎麼樣 先到資料裡面的從文字檔,然後把剛剛的連結貼到這邊來,按開啟 開啟之後的話呢,分別就是什麼 它會跳出那個訊息問你說,你這個資料裡面的分格符號 那你們不要,這個好像沒什麼差 我每個人把它打勾下一步 然後豆點下一步 然後直接按完成 然後放哪裡呢,放A1 OK按確定 好,資料就全部下載下來了 但是呢,我希望除了下載一個之外 還可以下載,繼續下載第2個第3個到第7個的話 那我們先把它停止錄製好了 OK,停止 那你可以看到,在聚齊裡面就會有一個叫下載CSV 的一個聚齊 其實就是一段VBA的程式 我們按編輯 你可以看到,程式就長這樣 有沒有 那我把它先縮小一下下 那一般習慣是這樣 可以稍微看一下它裡面的程式 不過字太小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改一下 改成12號字 好 那你可以看到了 其實這個是它的程式 基本上的話 上面註解先把它刪掉 其實這個不用 那你會發現 這一堆程式 蠻亂的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部分在哪裡 其實就是最關鍵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TESA 其實應該在第3行 後面這邊有個HTTP 然後呢 這一串有沒有發現 ID等於什麼什麼 這一串 RID有沒有 其實呢 如果你要下載第2 其實喔 對你的 就是如果你要下載第2段的話 其實你只要把 這個後面這個網址 把它改成 第2個就可以了 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它 因為它的 這個網址實在太長了 其實一直到哪裡 記得喔 照後雙引號 所以你要找到 這個連結的後雙引號 你如果把它刪掉的話 其實它就長這樣 TESA 應該指的是什麼 文字檔 然後呢 分號 後面就會是它的網址 所以如果我想要下載 第一個的話呢 那就是 放剛剛第1個連結 如果我要下載第2個的話 其實喔 如果你要在執行 不用重寫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第2個 把它這一串 複製 就找第2個 已經把它放在這邊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 分號 的後面 改一下喔 然後呢 但是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會有個問題 它這邊有個叫Distination 就是說 它會 會入之後的話 放哪裡 那你會發現喔 它其實 預設是A1 可是如果你再把第2個檔案 會進來 放A1 就完了 因為它把它蓋過去 不過印象中好像它不會蓋過去 它把它擠到右邊去了 OK 所以怎麼辦呢 應該把這個1改成多少 Ctrl向下 其實應該就是 Ctrl向下之後 的下一個 所以加1 這個就是多少 24476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1改成 24476 好 其實程式全部都不用改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好 但是喔 這個執行 它應該理論上會把 第二個連結的資料 放在這邊來 填滿到底下 可是喔 跟各位講 如果你執行的話 一定會先發生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 這個時候 你就按真錯就好 主要是這一行 叫Command Type 這個其實請你把這一行刪掉 因為這一行 很奇怪 它陸資就會產生這個錯誤 這個是一定會出現的錯誤 只要把它刪掉就可以了 好 那再執行 Command Type 等於0刪掉 然後執行 再執行它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它就跑了 然後呢 並且把第二個檔案的資料 就自動放下來 你會發現 7月14 7月16 Ctrl向下 7月30 那所以如果我要再把第三個抓下來的話呢 那同樣的道理嘛 我只要把這邊的連接 怎麼樣 把它改成什麼 第三個貼上 然後這個路徑的位置的話呢 再把它改成29334 那不就再放下一個 那如果再改 再放下一個 那不就 可以達到 我們要的這個預期效果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這個地方程式該如何修改 才能達到 A4 7個全部下來 的目的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實我們主要是要解決什麼 解決就是說 兩個 兩個地方的變化 這個地方 要把它改成什麼 那個 連結路徑 這個地方的話呢 要把它改成 它放在哪裡 兩個地方喔 那如果可以修改的話 那其實問題就解決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做 試試看 先錄製聚集 然後再想想看 怎麼做修改 所以第一步的話 先試 我剛剛再把重點 1 開啟這個 開發人員 錄製聚集 那錄製的名稱我叫下載 CSV 那下載CSV 其實我只有做 幾個動作嘛 資料 從文字檔 然後把這個連結貼上 然後開啟再下一步下一步 把它錄製下來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有一個 這個程式了 另外你要執行的話呢 請你記得 它裡面有一行程式叫 Command Type 你就直接先把它刪掉就可以 因為那一行是多餘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